美国国会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 它的地图馆馆藏有540万份世界各地的地图资料 接着本台记者来到这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图书馆 在这里寻找关于南沙群岛的记载 美国国会图书馆其实也就是默认的美国国家图书馆 是世界上藏书量最多的图书馆 这个巨大的地球遗生后就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地图界约室 在这个和普通图书馆并无二致的不大的房间里 记者发现了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在1602年绘制的 昆与万国全图的影印本 里面南海出著名大明生明文物之盛 自15度至42度结实 这里的度指的是纬度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句话就是证明南海当时是明朝管辖 而这本地图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 将东西方世界画在一起的地图 这幅地图绘制完成之后约20年后 明代军事巨著五倍制也修转完成 我们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找到了这本书 里面包含的郑和航海图中 绘制的食堂万生食堂语 食星食堂等都是当时对南海诸岛中一些群岛的称谓 我现在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现在在我面前的这份地图呢 是菲律宾群岛地图 是1908年的一份地图 那么地图的绘制者是叫美国人Casper Hodgson 那么从这份地图上可以看到呢 这条线叫巴黎和约线 这条线从东京118度以上往上延伸 沿着这个这边是菲律宾群岛 往上延伸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在这条金线以外的 也就是说不属于菲律宾群岛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个位置 它有一些地图的说明 其中就提到说 这绘制这份地图的信息呢 是由美国军方和美国政府 以及当时的菲律宾政府 一起提供的这些信息 这里提到的巴黎和约线 是在1898年 美国赢得美西战争后划定的 美国获取原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 虽然地图没有明确标出 但是从地图上这条线 紧贴着菲律宾主要岛屿的走势看 包括黄岩岛在内的南海诸岛 都没有被包含在菲律宾的范围内 对待一条线 黄岩岛